树兰终于布装了,首次开启人生中第一场直播带货,直播间瞬间满屏秒赛。 太厉害了,各位朋友大家好,都知道树兰跟妮娃这次是第一次直播带货。 两人昨天在侄女方方跟明明的安排下,买了新衣服及鞋子,同时树兰都精心挑选了浅色系的衣服跟鞋子,并表示浅色好看,显年轻。 回来之后把准备工作该做的都做了,无意间拍到房间的一角,沙发上砸乱不堪。 都知道树兰家里才装修完不久,好好的新房迅速变成了这样。 网友直言,好好的一个皇宫,几天就变成了垃圾堆,说实在真的不应该这样,有空就多整理一下,给孩子一个舒适的环境。 收拾好之后推大的爆小盗,几人兴高采烈的出发了,就在树兰发文告知出远门了,也遭到不少网友吐槽了。 网友直言,带妮娃打孩子去了,也有网友直言,这是去带货了,说什么的都有。 几人路上有说有笑的,几个小时后到达了目的地地,地址显示是浙江,再次发布了作品,相信视频里的杨奶奶大家并不陌生,原来真的去带货了。 就在今天农村泥娃的账号,首次开启第一次直播带货,8点开播,8点03分直播间秒赞到100万,一起来看一下。 果不其然得到很多粉丝朋友的关注,不得不说几人的努力还是有所成就的,因为几人是第一次接触直播带货,很多细节不太了解。 于是杨奶奶主动上前描述,貌似杨奶奶的讲述并没太大收获,一旁的芳芳三眼朗语,让直播间的人气再次暴涨,先一起来看一下。 然后我没想到能给他大爷还有你话,然后平平没话几个能站在这儿,我更没想到能见到杨总,我几个真是太感动了,谢谢。 谢谢杨总。 不客气,这样。 因为没有大家的支持,咱也不会有这一天,对,全部都是咱的粉丝朋友,咱的姐妹们,然后以着指示,也可以保证我们,所以我来到这里,不管是咱说吧,就是,我没啥宣问,也不会普通话,就是,你能听懂吧,杨总。 我能听到,对,对,对,就是我只想给大家带来的,多一点的这个福利,然后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,是不是? 是的,对,对,对,大家赚钱都不容易,然后就是东西失会,反正东西也只讲失会。 看完芳芳的回应,确实深受大家欢喜,一句农村人讲失会,太给力,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,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讲的芳芳,让大家大开眼界,相信这次的直播一定满满收获,大家说对吗? 对此大家怎么看,欢迎留言评论区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